所以睡眠到底跟减肥有什么关系 怎么检测自己是不是缺脚 咱们老说的这个退黑素 到底能吃还是不能吃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 也千万不要忘记关注我 因为从这个星期开始 我就开始了我的减肥计划 为期呢大概是六个星期 在这六个星期呢 我主要把时间拆分成了 睡眠饮食还有运动 现在呢是第一周 咱们就只关注睡眠 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监督自己的睡眠呢 我还设计了这个表格 在这个表格的第一项 就是写下来六周之后 你收下来想做的第一件事情 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打算第一件事呢 就是收下来之后 给大家录50 facts 第二件事呢 我收下来之后可以 拍一组那种很经典的黑白的照片 我在前两天的时候 看完了一本关于讲深睡眠的书 而且我也把书中我觉得非常实用 直接就可以立竿见影有效的方法 总结了一下 关于睡眠的一切呢 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好好地说道说道 如何在家族可以检测 自己是否是一个缺觉的状态 这个方法呢其实非常简单 只需要一把金属的勺子 一个金属的盘子 最后呢就是自己的表 或者是用手机当计时器也可以 手握一把勺子躺在床上 进入一个带睡眠的状态 因为当自己入睡的那一瞬间呢 肌肉也会同时放松 金属的勺子会掉落在金属盘子上面 然后在这个时候看一下时间 如果勺子掉落的时间 大概在15分钟左右的话 证明你的睡眠时间是充足的 但如果这个时间大概在10分钟左右的话 这个时候就已经证明你的睡眠是缺乏状态了 因为我昨天睡得特别好 所以我俩都不困 然后大概是19分钟入睡的 所以我算是一个睡眠很充足的状态 这个时间甚至小于5分钟的话 拜托如果你现在在熬夜看这个视频的话 赶紧关掉 没有什么事情是第二天早上做不了的 不过很多人可能还是觉得 不行啊不熬夜我做不到呀 所以呢我也想分享一些 我在书中读到的 关于为什么睡眠这么重要的一些小知识 如果睡眠不好的话 对于减肥这件事情会直接降低50%的效果 睡眠呢基本分为5个周期 每一个周期大概90分钟 但是对我们最最重要 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前第一个90分钟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段呢 人体会大量分泌一些生长激素 生长激素的话 对于青少年儿童的话 大家肯定知道 就是帮助身体发育啊 长个儿这些等等 如果对于健身人士呢 就是达到一个肌肉修复 但是对于所有人来讲呢 生长激素还有一个非常讨喜的功能 就是帮助我们分解脂肪 但是如果我们的睡眠不足的话 其实不仅是生长激素 包括瘦素饥饿素 还有我们的胰岛素分泌水平 都会出现一个紊乱的状态 原理呢 大概就讲到这里 大家多多少少 现在已经处在了 道理我都懂 但是我真的做不到的状态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呢 它也有介绍了非常非常多的 入睡小方法 像是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啊 然后找一个人帮你按摩啊 然后冥想等等 但是我觉得呢 这些方法有一定的限制吧 操作起来的话 似乎并不是听上去这么简单 所以我从书中呢跳出了两个 我觉得是效果立竿见影 并且完全不受场地限制的两个小方法 影响我们睡眠质量的因素呢 其实有非常多 但是最方便我们操控的呢 其实就是有两点 一个就是温度 第二个就是光线 当我们的体内温度过高或过低的时候 其实就是很难达到一个最佳的睡眠状态 或者说很容易从梦中醒来 大家可以想一下一般半夜起夜的时候 看一下时间基本都是在大概三四点的时间 因为三四点钟的时候呢 也恰巧是一天当中温度最低的时候 睡前洗一个热水澡 让我们的肌肉放松 或者说直接花15分钟泡一个脚 真的能很有效地帮助我们提高我们体内的温度 像是睡前稍微地喝一点热水 稍微地喝一些热牛奶 也是对我们的睡眠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老生常谈的睡前呢 喝一点热牛奶 其实呢是因为牛奶里面含有少量的退黑素 有助于我们的睡眠 那我就顺理成章的来讲讲退黑素好了 在这本书里面呢也有提到 因为我之前的那一支减肥视频分享呢 我也有提到 如果大家睡不着的话 吃一些外界摄入的这种服用退黑素 可以有助于我们的睡眠 但是退黑素对于某些特定的人群的话 如果长期服用的话 确实对身体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不想说非常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说 如果睡不着的话 那就去吃退黑素吧 所以也希望一直依赖退黑素 来达到睡眠效果的小伙伴 可以找到专业的人士来咨询 确保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其实呢退黑素是可以我们人体自身产生的 完全不需要外界摄入 只不过它产生的条件有一点点小特殊 所以我就直接来讲一讲 关于入睡小地条的第二点就是光线 在昏暗的情况下 我们人体就会自动分泌退黑素 这也就是说在冬天日照时间比较短 而且没有那么充足的时候 我们往往比夏天会更容易犯困的原因 在越暗的一个情况下呢 退黑素的量也会分泌的越多 这也就是意味着 如果在睡眠环境里面 周围周遭的环境 如果可以达到全黑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的睡眠质量肯定是最好的 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买一个完全遮光的窗帘 或者说关闭一切电子设备 因为在睡眠期间 哪怕是微弱的一些灯光 都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 或者说其实还有一个更加方便的方法 就是准备一个眼罩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美的屏蔽所有光线 所以反之亦然 如果每天早上醒来觉得还是浑浑欲睡的话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就是在一瞬间打开窗帘 就有一种一瞬间把自己的退黑素给驱走的感觉 当然这个形容可能不太准确 但确实这个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包括每一天在阳光底下进行一个阳光照射 就算是阴天的时候 比方说现在的话 芝加哥外面就是完全的阴天 依然还是要保证每一天在户外待够15分钟 对我们的精神调整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本书里面还介绍了一些食补的方法 不过这些内容都已经涉及到接下来第二周的饮食范畴了 现在已经设计好了第二周的表格 然后还有具体第二周我们要解决的哪一项小目标 所以大家就期待下一支视频 前几天逛书店的时候其实我还发现了另一本书 在这本书里面呢其实有介绍很多关于sleeping disorder的一些原因 比方说像是一些精神压力 然后创后的一些异样的情绪 还有包括头部的手术和一些疾病都会造成我们的失眠 所以通过今天的视频刚开始的部分 你发现自己测试完的结果时间真的是小于5分钟 或者说是你整宿整宿的都睡不着觉失眠的情况下的话 我在这里呢也非常严肃的建议你去医院找一些专业的人士 进行一次身体检查 不要再拿自己的健康做赌注了 不如呢就先从控制自己的睡眠时间开始 我相信坚持了大概三四天规律作息的小伙伴已经有明显的感受了 就像我现在一样 食物的这种诱惑力对于我而言来讲的话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或者说就是一个很规律的饮食状态 包括每天早上 大家懂的真的是太爽了 这个视频的内容呢可能点会比较的细碎一些 但是如果你啥也没记住的话 就记住这一句话 改掉这个晚睡的习惯 毕竟不通过任何的外界药物摄入就可以好好的睡觉 是件再幸福不过的事了 所以新的一年呢给自己给自己的家人 准备最好的一份礼物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眼罩了 然后让他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摆脱失眠的困扰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 下一周我们就要进行饮食的任务了 六周之后期待收到你的成果图 芝加哥这个地方太诡异了 前几天还零下50度呢 现在竟然零上11度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 大家一决期待的打卡群已经建好了 现在大家就可以去我的微博扫描那个二维码 进到群里面了 可以把自己每一天吃的什么东西啊 自己的体重啊 包括已经坚持了多少天 各个情况 每一天大家都可以分享出来自己的成果 我希望这个群呢 可以大家互相尊重对方的成果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无异于最有效的激励方式 麻烦你赏不知自然比FR 更كل对方 因为你为什么要关上这些呢 绝对设计 这一误 这一误 这都没外面